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蝉鱼立马跟随着无似凉讽二人东归 准备当面去拜见斗县 可是走到了斯渠比迪海的时候 北蝉鱼突然害怕起来 为了保险起见 他在这使了个障眼法 称自己感染了风寒 不能在远途奔波了 派他的弟弟又闻于帝王 携带着贡品去见斗县 其实他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投食问路 幽闻于帝王来到武园 原本以为会受到斗县的特别接待 可怎么也没料到 会吃了一个大大的闭门羹 斗县对他是避而不见 这中间人无似和凉讽就很不理解 马上本着和氏佬的原则 对斗县进行了善意的劝解 愿假一解不一解 斗县生气地说了 我要的是北蝉鱼来朝拜我 而不是幼闻于帝王来这里霍西尼 吴四和梁讽就劝呢 霍西尼也是一门艺术啊 狗急了都会跳墙 把匈奴往绝路上逼 对我们有百害而无一意啊 枪杆子底下出政权 他们要是不服 可以重新来过 再打就是 斗县说完拂袖而去了 就这样 原本到手的河潭 被斗县的义气用事给搬砸了 吃了闭门羹的又问余地王 回到四驱比地海 立马把所见所闻所感 向北蝉鱼进行了汇报 北蝉鱼吓得二话不说 拔腿就跑 是啊 这时候的汉朝呢 就是恶魔呀 有去无回 于其白白地去送死 还不如重新回到西北 当他的山带王 继续过北漂生活呢 北匈奴走了 斗县却笑了 因为他马上得到了 朝廷的嘉奖 拜大将军 奉武阳侯 十亿两万户 与此同时 手下的将士也都笑了 副帅耿炳被封为光禄勋 美阳侯 十亿三千户 邓红被封为大红卢 耿潭被封为护匈奴中郎将 其他将士也得到了相应的封赏 总之是皆大欢喜 斗县并没有因此就小福济安 他有野心 那就是将北匈奴彻底征服 回京不久 他马上又上书 窦太后 要求再次北伐 窦太后也觉得窦县 给他们窦家长脸了 很高兴地就答应了 当窦太后询问窦县 要派谁做他的副帅 窦县几乎想都没想就说了 非邓蝶不可 原来老将耿炳开宣之后 还没来得及享受丰收的喜悦呢 却体会到了什么叫离别的悲歌 临终前他对窦县说 汉室北定匈奴日 夹祭无望告老翁 这也是窦县这么快 进行第二次北伐的原因 窦县不会料到 军队前脚刚刚到达边赛 马上就接到了北蝶鱼的后礼 归降信 信中表达了两层意思 一是赔礼道歉 说呢 上次的事离书不周 请多包涵 第二层意思是亡羊不牢 意思是说 这次我将亲自入朝 真心归降 来尔乌王菲利耶 窦县马上准备派人去接北蝶鱼入朝 正在这个关键的结果眼上 南蝶鱼屯图河处于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警绳的恐惧 也马上给窦县送了份大礼 劝阻信 信里边一是强烈要求拒绝北蝶奴的归降 二是建议用武力彻底征服消灭北蝶奴 窦县最终还是同意了南蝶鱼的请求 原因是北蝶奴反复无常 今天投降 明天又要打 他们的归降很不可靠 出于礼貌 都先一方面派使者对北蝶鱼进行回礼 目的就是忽悠 另一方面派使者给南蝶鱼送去了彩礼 目的很明确 这次就看你的了 祝你成功 南蝶鱼已出生牛犊不怕虎之事 马上派左路李王鸾笛狮子等人率领八千人马 处击路赛再罚北匈奴 此时的北蝶鱼因为汉朝答应了求和请求 正一心一意地迎接汉朝使者的到来呢 放松了警惕 可哪里会撩到 他们盼星星盼月亮 盼来的却是南匈奴的精锐铁骑 猝不及防之下 北匈奴再次打败 北蝶鱼本人也是充分发挥了 腿长脚快的优势逃跑 这才保住了性命 这一战 惊天地弃鬼神 天崩地裂 这一战过后 漠北之地剩下的 劳弱伤残篡浮山谷 不敢轻动 北匈奴政权正式瓦解 这一战过后 不但彻底摧毁了 北匈奴的根基 也摧毁了 北蝶鱼的雄心壮志 他只率领一小部分布中 顿走乌孙之息 从此过起了隐鱼也的生活 到后来竟然不知所终 而北蝶鱼的弟弟 左路里往虞除剑 在阿尔泰山附近 收集溃散的布中 来规则才几千人 他自立为蝶鱼 来到蒲类海上 款色投降 斗县尚书 请立鱼除剑为北蝶鱼 朝廷听了 永元四年 斗县命耿魁为 护北匈奴中郎将 持节卫护于除剑 吞衣武 赐鱼除剑洗售 御剑四聚 鱼盖一四 正式册封其为北蝶鱼 北匈奴省正式成立 省会一无鲁城 一年之后 北蝶鱼于除剑 为了过上自由的生活 选择了率部远走他乡 要脱离汉朝的官侠 斗太后下令 护北匈奴中郎将仁上 长使王府率兵 一千多人去追击 把他们打得再次 溃不成军 土崩瓦解 此外 护衍王 纠集北匈奴参与势力 继续在西域北面活动 挑拨西域各国和汉朝的关系 汉政府派班朝之子 班勇为掌使 率兵击败了护衍王 降其中两万多人 就这样 北匈奴彻底走向了 灭亡的道路 第二次砍宣之后 窦县早已经完成了治的蜕变 由戴罪之身变成了有功之臣 他和窦太后的嫌隙 也因此烟消云散了 随后 大将军窦县掌握了大汉王朝的军权 成为朝中名副其实的摄政王 窦太后封官也在此时 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潜规则 一是亲属 二是听话 结果 窦士家族的高官遍布整个朝廷上下 达到了次时首令多出其门的地步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窦士家族因为仗着上游铁杆保护伞 下游黑社会团伙 强取豪夺贪污贿 投击倒拔等坏事干劲 窦赌晋升为特劲 可以选拔官吏 享受三公的礼遇 身为执金玉的窦井 越发肆无忌惮 公然指使手下恶奴抢夺财物 掠人欺女 使得京城里边商骨关门歇业 如必叩仇 一天到晚提心吊胆 至于窦县本人 塞外的戎马生涯 并没有让他脱胎换骨 不见他提拔一位后学英俊 将场功臣 不见他对国家的水旱灾害 黎民疾苦表示过关心 他只知道鞠躬自傲 傲视满朝公卿 斗士家族的所为 搅得京城政治和社会秩序 一塌糊涂 可是迫于都是因为 官员们敢怒不敢言 谁也不敢举报 唯有以司徒元安 司空人怀 尚书蒲叶智寿 和岳辉几个人为首的官员 敢于逆流而上 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和斗士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活拼 四个人弹劾斗士集团的一些不法分子 因为证据确凿 事实胜于雄辩 斗太后为了给世人一个交代 不得已进行处罚 结果被贬官或免职的 竟然达到四十多人 这显然触怒了以斗县为首的 斗士集团的根本利益 因此 本着以牙还牙的方式 他马上把目标 瞄准在这四个人身上 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 他首先对四人当中身份和地位较低的 尚书仆叶智寿和乐辉动手 结果两个人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很快被斗县以莫须有的罪名 送上了断头台 而对于这一切 三朝元老元安和仁淮 除了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之外 竟然爱莫能助 毫无办法 另外 司徒府的蜀官周荣 是反斗的坚定分子 司徒冤安弹劾斗井 及和斗县争论的奏表 全是由周荣草旧 斗士宾客 实为太尉府蜀官的徐来恐吓周荣 你为袁公心腹排挤斗士 斗门此刻变不成终 你出出入入可要小心 周荣没有被他吓倒 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他强硬地回答 我周荣是长江淮河地区的 一届孤单书生 有幸能在原安属下任职 纵然被斗家所害 也确实性感情愿 除此之外 他还告诫妻子 万一自己遭遇不测 不要收敛尸体 以警醒朝廷 梁峰曾经是斗县的司马 去北匈奴招降纳畔 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后来因为无意 就被斗县处以剃光头发的刑罚 武威太守又秉承斗县的旨意 杀了梁峰 可以说斗县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什么叫做一手遮天 什么叫做牙字必报 光阴荏染 永元三年十月 十四岁的河地刘赵 要西去长安祭祀汉家陵园 让斗县和他在长安相会 斗县前来赢家的时候 尚书下面一些 取言富士的官员 竟然向斗县叩拜 抚身口称万岁 幸好尚书韩灵正色说道 同上面的人交往不可谄媚 同下面的人交往不可轻慢 与人相交 在礼仪上应不卑不亢 哪有人臣被称为万岁的制度 这才阻止了荒唐的闹剧 这次闹剧对刘赵幼小而脆弱的心灵 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他萌生出强烈的参政欲望 是啊 四年了 他已经完成了儿童向少年的转变 普通百姓家十四岁的孩子 都还停留在少年不识 愁滋味的阶段 但是刘赵却深深体会到了 什么叫人在皇宫身不由己 为了改变这种状态 他向斗太后委婉地提出了 参政的想法 没想到被斗太后一口回绝了 你现在还小呢 官场如战场 就让你舅舅他们 先多替你担当一下吧 等你成年了 再让你做主宰太平盛世的天下之王 斗太后的语气很平和 但意思却不容反驳 接着呢 刘赵又向舅舅窦县进行了讨教 可窦县不像斗太后那么温和 他怒吼着 你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的样子 还想参政 我看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被窦县一骂 年仅十四岁的刘赵彻底醒了 他明白了 要想从斗士手中把权力棒交接过来 等 那是永远不可能的 只有夺 而要想夺权 必须培养自己的亲信 朝中虽然也不乏 原安人怀那样的正义之事 但更多的是趋炎富士之辈 如果在朝中赤裸裸地 寻找自己的亲信 弄不好就会打草惊蛇 甚至会阴沟里翻船 会死无葬神之地 对此 年少却充满智慧的刘赵 决定就地取财 选的亲信 居然是宦官正中 正中不但是一个宦官 而且是个有残疾的宦官 据说在入宫时 受到了非人的折磨 能保全一条性命下来 那已经是奇迹了 刘赵选择这个残疾人 做挡箭牌 一是可以逼人耳目 二是因为正中不是一般的人 如果说残疾是他的最大缺点 那么品德就是他最大的优点 他忠于朝廷 忠于汉事 就是不忠于斗士集团 也正是因为这样 当刘赵向郑仲 投去爱的橄榄枝的时候 郑仲很快就成了他的内线 有了内线郑仲的支持和帮助 刘赵可以及时准确地 掌握豆太后和豆腺等人的 最新动态 这为他实现梦想 跨出了坚实的一步 厨师牛刀取得不错的效果之后 刘赵本着一个好汉三个邦的原则 继续他的亲信寻找之旅 很快 他把目标瞄准在了自己的一母哥哥 前废太子清河王刘青的身上 这时的皇室宗亲王啊 几乎被斗士集团一汪打尽了 五大藩王被斩 其他亲王也沦为不易 或是归隐山林了 相对于其他宗亲选择 中隐隐于氏和小隐隐于也 清河王刘青就显得与众不同了 他在痛失太子之位以后 并没有记恨刘赵 而是对专权的斗士集团深恶痛绝 因此 相对于别人的明哲保身 他选择了大隐隐于朝 一直蛰伏在朝里边 不显山也不露水 这时候 他跟刘赵两个人就像是干柴烈火一般 一点就找 两个人很快就达成了生死同盟了 同盟也就只有六个字 同患难 共进退 事实证明呢 这个刘庆果然不是一般的人物 虽然他也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 但是谨慎而不是机智 沉着而不是稳重 他呢 就成了铲除斗士外戚集团的骨干力量 他找来一本汉书外戚传 对刘赵进行了洗脑 目的是让刘赵树立良好的人生观 大局观 政治观 让他树立坚定的信念和信心 他的启蒙教育 无疑让原本迷惑的刘赵 毛色顿开 在找到两个好帮手的同时 刘赵是再接再厉 很快就把目标瞄准在 另一位奇人异士的身上 这个人的名字叫 丁洪 你公有的 是